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静儿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 李炳怡先生 中兴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 秘书长彭洋凯先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大约在一个多月前 特别邀请三位 因为在选前 他们特别组织 叫做社会住宅 推动你们 拜访六都的市长候选人 有的见到面 有的朋友见面 有的市长幕僚见面 他们把今天的成果 跟大家报告 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 针对住宅政策 我们这个节目非常重视 请看这个节目 我们固然谈国家认同 但是我要特别注意 公共政策 公民社会 我很快就归纳出 选前是有四个政策 是选民最关心的 可惜我们政治人物 候选人或一些 政治评论节目 却疏于去处理或面对 一 就是我们今天的住宅政策 二 长照老人照顾问题 请看今天还有个新闻 我马上播类给大家看 老人照顾老人 二十万老人 照顾老人 这多严重 而且内政部做出统计 有13万人 恐怕这个数字还保守的 辞职在家里照顾家里的父母 我想13万 恐怕是官方数据而已 还有托育 我们第二小时 等一下会谈托育 上礼拜论谈长照 明天晚上八点钟 我们要谈青年创业 特别空军总部 既然空军总部 不是说社会住宅 它已经变成一个清创基地 所以我们把长照 托育 清创跟住宅 我们节目的四大主軸 观众朋友会特别注意 我一天都没有谈过 有没有记得在两三个月前炒作的 宣腾议事的 所谓的文化大学宿舍问题 我也没有像最后两三个礼拜以前谈 所谓的器官移植或买卖问题 闹三天就没事了 那都假议题 那选举炒作我从来不谈 我们谈是政策牛肉 我不随着一般选举 或是一般的评论节目 随机起舞 我们是谈原则 谈政策 谈长远 我在请教张金儿教授前 我非常感慨 这是昨天的晚报 特别访问林怀明先生 云门五级的创办人 他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今天台湾的状况 他们有逃避 是我们大家的工业 好 我们大家面对 他希望大家有更大的格局 这句话 我想打动非常多人心 我们一直花太多时间 做各种政治的分类 贴标签 或切你我 或不断切割 或制造仇恨 制造敌人 去忘掉 我们是生活在命运共同体 所以林怀明先生说 台湾最需要就是大家梦想 也许没有人有梦想 但总要面对现实 住宅政策 所以我先请张金儿教授破题 他是我们国内望中意识的学者 对台湾整个住宅政策 不仅有学理的论述 而且做过台北市副市长 杰克老师 请 好 我想当主持人讲到 这个原本武奇的 这个林怀明先生的例子 让我非常感触 我觉得真的我们台湾 大家都是在互相斗争之下 而且缺乏了一个所谓大格局 为真的没有面对人民 所真正关心的问题 来解决问题了 那当就防循的制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问的 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房市的 真正关键问题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有真正 大家真正认为面对问题 来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 大家都晓得 像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最大问题是什么 高房价 高房价 我们知道到底有没有面对它 或者解决了没有 或者房价 还是说慢慢可以 大家可以接受得起 负担能力才负担起不起 我们现在大家还是很多人 所谓囤房炒作情况下 这个好多人好多房子 对不对 但有些没有房子 情况下也是在这里 那不但它囤房炒作 背后银行 还有很多空的房子 晚上不点的房子 晚上一大堆 林口各地方大都是 对不对 那我们也看到整个租屋 那些洛杉的租屋的黑市在哪里 因为大家都 这个有些人做房东 有些人就空着房子 那真的你要租房子 人家租不到 对不对 那更别提那些 所谓弱势团体的租屋 那些老人 残障 那些租屋 你看有些火烧的情况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解决了没有 每次完了就在持续发生 那更讲 我们在讲的房地产的资讯 到底透不透明 虽然我们有试下登录 可是试下登录里面的 有些资讯其实还是没有 例如说预收没有资讯 租屋也没有资讯 那资讯不透明 像整个市场是没有效率的 对不对 那到最后 我们整个税制 在房地产市场上 有没有从税制改革上 让那些所谓 原来囤房的人 非自用住宅的人 能够加重他的税负 而他减少他 这个囤房的诱因 那这税制上 有没有真的去面对 看起来我觉得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 做假议题 OK 没有真的这几个问题 这几个都大家 最切身感受的 可是好像我们就说 我们要盖多少户 社会住宅 我们现在 这个包住贷款 做了多少 可是实际上 那个问题 跟房价没有关系 跟那个市场的 这个效率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让所谓真的 让减少人民的 这个负担能力 其实坦白讲 也是很有限 因为它盖的很少 所以我想 整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没有 真正面对问题 不可针对 关键问题去解决 那我想这个事实在是 遗憾的意思 房价问题居高不下 因为我们在民室 我经常遇到年轻朋友 其实十之八九 比如说林口 他们几乎没办法买房子 问题是林口 晚上我喜欢散布 黑压压一片 日子的黑压压一片 高楼大楼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同事 如果是来自外县市 基于都在附近 他就租房子 问题是林口的房价套房 也不便宜 不输我们过去所熟悉的 台北市内湖区 也差不多 话就知道这个问题 是大家必须三五四 来必须面对的 我很高兴 李炳宜先生跟彭洋凯先生 他们组织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他们全台拜访的六都 因为都会去 皇家问题更严重 我们今天两位 因为我们说 选前要跟大家公布结果 他们真的是言而有信来了 我们是不是先请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 也是社会住宅 来推动你们的参与者之一的 炳兄兄 来 把你们的成果 先搭报告 请 就我顺着张坚的老师所提的 确实整个住宅问题 不单只有社会住宅的一个议题 事实上高房价 就是购物市场跟租屋市场 也是整个住宅问题 跟住宅政策的一个 还蛮关键的部分 虽然这次的选举 是地方首长的选举 就购物市场跟租屋市场 他们能用的政客工具 相对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这次败会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我们提了五道问题 就提了五个政策诉求 跟候选人对谈的话 其实前面两个 就我们就是包括 就是实价登陆 以及如何诱导空污的释出 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提问 这样 那从上一次我们八月十五 我们进行了 就是我们民间版的住宅政策 排比书的一个撰写跟完成之后 开完记者会之后 我们从八月十五到十一月一号之前的话 其实这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密集在拜会各组的一个候选人 那主要我们挑选的对象是 就是 就是两个 就国民党跟民进党 主要的一个两个政党的两组 他们推派出来的 就是候选人 那以及现任的市长 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拜会的对象 在这 而且因为住宅问题最核心的部分是六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我们一共锁定了十三组的候选人 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拜会 但是整个经过了一个半月的过程 包括我们同仁 每个候选人都是 至少三次的 不同的时间的电话联络跟跟进之后 就我们有 就是拜会到十三组的候选人 但是有四组的候选人 事实上很遗憾 没有在我们十月一号开记者会的过 就是十一月初开记者会的过程 完成了一个拜会 所以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上 其实我们如果初步来做分类的话 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大概是双北 那双北因为是住宅问题相对最严重 而且社会住宅 住宅补贴政策最需求最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五组的候选人都完成了拜会 那第二个划分大概是就是说 中部就桃园跟台中 那这个部分来讲是有住宅的需求 但对可能房价可能相对没有像台北那么严峻 所以这一块来讲在整个的讨论 可能他们对那个住宅问题 就比较是住宅补贴的政策比较积极 那这一块待会杨凯兄会会做一些补充 那但是拜会的结果就是很遗憾 还是有台中的卢秀燕那个委员 没有就因为工忙没有接受我们的一个拜会 那第三个区块大概就是南俄都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 就是在整个高房价议题相对可能比较和缓一点 那可能住宅问题的类型比较不一样 所以这个过程来讲的话 事实上就是经过我们的三次以上的跟吹 后来只有高斯伯先生那个就联络上了 就是他就是进行了拜会 那其他的两组后三组候选人 包括黄尔泽先生 陈其迈先生以及韩国瑜先生 很遗憾都没有在我们记者会之前 就完成了一个拜会的工作 高雄两位候选人都不跟你们会面 去高雄选举不然挂舞沙沙 卖菜的跟贵公子的选举 我姑且用这个名词了 请两位候选人 其包括黄尔泽先生 包括卢秀燕的参选人 请提出住宅政策好吗 你们提的政策会影响35岁以下选民的选票动向 我相信我们都很多年轻人 睁着眼睛在看这个节目 台湾社会是非常奇怪的 比如说几天以前的普悠玛的翻车事件 刚开始就司机 猎无了 到昨天报告 通年纪录一公布 原来是整个结构性问题 我想皇家问题也一样 正如金二教授的破题 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看看如果台铁已经亏一千亿 什么都不够 训练也不够 什么都不够 人手也不够 也没有助理司机 莫非定例 终于发生了 我们大家亡羊补了 好好思考 不要等事情发生了 就找一个最基层的当替死鬼 他当然负责任 但是把责任全部给他 我觉得像我们很多司法机关的作为 我都相当怀疑了 可以连续征讯21小时吗 一天24小时 所以他只有三小时在睡觉 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社会问题 大家来面对 我也是我在请教这个杨海兄之前 一百年前一位德国社会学家 我们只要是修这个人文社会科学 一定拜读马克思韦伯说的 政治是职业 乐情 判断力 责任感 我们希望我们政治人物 我们今天谈的是住宅政策 你们在选举的时候 有提出住宅政策吗 刚才秉一兄提得很好 如果这个候选人连住宅政策不关心 他关心你们市民的生活起居吗 我不相信 这是最好的事 不要 我无意证很权无事的这样讲 但是请回归政策好吗 因为NCC有规定 六都的首长在10月24号 两周前是不准公布民调的 然后县市议员是10天 乡政长5天 我干脆选前两个礼拜 我通通不邀候选人上节目 为什么呢 我发觉新加坡有个制度 虽然新加坡不是民主 新加坡选前三天 统统停止选举 大家冷静一下 我觉得太好了 我这个节目要冷静一下 我选前两个礼拜 绝对不邀请任何候选人来 因为这不公平了 对不对 故此失彼 到一定自己谈政策 我们逼那些没有提政策的人 好好表态 因为杨凯兄是 社会住宅推动你们的召集人 谢谢你 刚从台南北上 很快的 我想再继续做演讲 把你们所做的观察 跟我们的观众报告 同时也给这些五都六都的候选人 给他们压力好不好请 好的 我接续刚刚秉怡兄的谈法 第一个 但是我们针对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 说时间忙当 反正没有拜访城的部分上 就我们的角度是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直辖市的市长 他有义务提出他的住宅政策 就是说我们没有说你非得跟我们谈 可是我觉得说请你拿出你的政策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针对我们有碰面的这些候选人而言的话 我们事实上我们提出五个大的诉求 那如果综合来看的话 简单讲我们诉求可以分两大块 一块叫做心力 一块叫除弊 心力的部分大概就比较是针对说 特别是针对青年跟弱势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经济等等能力不足的话 政府应该有一些补助跟协助 所以包括像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租金补贴 做得更好 怎么样可以持续在新建社会住宅 那特别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调查资料 六都里面事实上台湾的那种大学生的宿舍 缺床非常严重 其实他们都外面租非常严重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 他们过去的住宅政策的照顾上 要把学生纳入 因为传统上学生没有户籍 所以他们都不太想要照顾他们 没有投票权 所以就是这次 跟这个三个部分比较像是心力的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上我们必须谈说 我们主要拜访的候选 基本上他们都同意 只是说他们原则上都愿意做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蛮凸显我们台湾的选举文化 就在选举的时候 只要是送福利或多做些事情的 大家都还蛮愿意做的 好那这个部分他们同意 我们待会后续是要继续监督它 它同意之后有没有真的去落实推动 好这是一大块 可是另外一个是我们五个诉求里面 有另外两个诉求叫除币 除币简单说就是要得罪人的 可是我们觉得很重要 就是刚刚张老师讲的 第一个是我们台湾的购物市场的问题 资讯的严重落差 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立法院 马上有一个新的版本 叫实际上登陆2.0的法院 送到立法院了 那因为选举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审 因为会得罪很多人 然后我们认为这个资讯的透明 对于这六都的这个住宅的政策 是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这候选针对这个政策 虽然这是中央的法令 可是他们有义务针对这个政策来表态说 如果到时候审的时候 他们支不支持这里面所有的诉求 包括把预售屋的资讯也公开 对不对 包括把那个我们的资讯的公开是全揭露 就是用门牌就可以找到 不是就是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他们愿不愿意做 那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求得罪人 事情是说就是刚刚才好讲 台湾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空屋 有全台湾将其有100万户的空屋 那里面大概有六层到七层 都在这六都里面 那这些空屋里面 你们一方面要盖那么多社会 住在压人大 那你们有没有一个政策 要把空屋逼出来 那我们说这个事情 我们的讲法是 过去政府都是用奖励 我们觉得奖励已经到了极限 问题是萝卜给的 你要不要出棒子 所以我们请六都 因为这是地方的权利 因为那个地方税 他愿不愿意做这个事 那我们很清楚看到是 要是这两个除弊 比较是得罪人的部分上 大概就会有一些候选人 他比较就迟疑 所以他就针对这个问题 他不愿意表态 或者他觉得要再考虑 所以我们整个 整个体验的话 我们就针对不同 不同组候选人 他们回应我们的部分上 我们最后就做了一个标记 然后如果简单来看 最后的成果呈现就这样 五个议题 基本上大概都愿意 支持的 大概就是以双北 应该是说台北 起码每个人记题名字都讲出来 让全民知道 包括姚文志 包括柯P 包括苏贞昌 包括侯友宜 针对我们五个诉求 他们基本上都是说同意的 那第二个事情是 针对我们诉求里面 丁守中委员 还有郑文燦市长 还有林佳龙市长 还有高师博委员 他们基本上就是答应三个 就是心理的部分都没有问题 要除弊的部分上 他们就非常非常的保留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说 陈学生委员的话 他只答应了两个 那他里面对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推动的部分上 他也有一些疑虑 那剩下当然是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候选 没有接受我们的拜访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补充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 因为他们答应 好像就真的会做到 可是我觉得是至少 他在政策上很明确的说 他愿意做 选后我们当然还继续监督 可是另外一个层次是 我们认为是说 的确我们觉得有些事情 就是说实话 就刚刚张老师讲 这个问题在这里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 不愿意面对问题 就像说我觉得除弊的事情上 必须要面对 不然你一直补贴 一直盖社会住宅 还是不能解决整体性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的结构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我特别谢谢这个秉宜跟杨凯 他们成立社会住宅 推动你们拜会六度的市长参选 提出上述报告 大概就一个半月前 他们真是严格有幸回来报告 为了解读我也特别 央请张金二教授在场 因为他是我们画面的 学术界的权威写者 我是蛮感慨就是说 我要先对我们的观众 跟我们的选民说 如果你们在地的这些 县市首长候选人 连长召托育青年创业跟住宅都没有提 那你要投他做什么 表示他根本不关心你 他只关心自己 是不是 这是个指标 等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表现 如果连见都不见 你至少要见一下谈一下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所以我刚刚特别请你 把他们罗列出来 我再请教金二教授 四年来我们在做评估了 反正有连任的 有第一次参选的 四年来六都的皇室有改变多少 是更好呢 还是更坏呢 我想起雷根总统说的 你有比四年前生活更好吗 这个1980年代一个选区 口号震撼人心的 同时一般家庭的居住品质 跟负担能力又怎么样 金二教授把你的研究成功 跟大家报告去 我想当大家都心中有数了 当各种不同的族群的人 他有不同的感受 不过我猜大部分人 至少我研究的过程中 碰到特别是弱势的人 他觉得他比四年前应该更坏 因为房价更高 更租不起 更被歧视 或者更居住在那种 弱小困境的一个黑屋里 这种情况下 当然对有一些可能是有钱人 或者他觉得不错 四年来 请卸他有更好的获利空间 也有可以买更多的房子等等 但当有些的人是过去赚了很多 这四年来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 不总的来看 我觉得特别我们应该检视 现在的连任者 因为他这四年他都做了 他如果这四年都做不好 做得越来越差 你觉得他有希望 未来四年会做得比现在更好吗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这是怀疑 所以从很明显的看到 现在就台北市的情况下很清楚的 我想大家都 我都台北市民 那我觉得碰到的情况下 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居住品质 没有提升更好 我们的负担能力 显然看起来也是局势在增加 房价虽然有点下来 可是下来的幅度有限 那所以台北市如此 新北市看起来有一些是好一点 当然新北市基本上 幅员比较广大 它比较有机会 对不对 可桃园基本上我觉得 实际上房价还是因为 大家买不起台北市的房子 跑到台湖园去了 那桃园就是 依此航空城附近 就炒作的情况更严重 那当然相对的 这个市政府的确有做了一点 社会住宅也相对来讲 它做得还不错 它因为过去没有了基础下 所以做得也不错 可是整个来看 桃园市基本上 还是相对的品质 也还是有点问题 那所以从这情况 北部这三个都 其实想要讲 总的来看 其实并没有真的有很明显的 大家感受到很振奋的 或者觉得说有希望的 特别对年轻人来讲 那当中南部 其实南部 中南部现在在这四年来 其实整个房市的情况下 当然都有一些 持续的还是在回温的情况下 那当然造成了 大家当相对对负担主力来讲 它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对于租屋的情况下 或对相对情况下 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 积极的行动 换句话 对整个住宅政策这部分 其实没有着力的 所以在这情况下 那个变成 不管有改善 其实都不是政府的努力的结果 其实都是市场调整的结果 换句话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对连任者这一块 对整个房市的努力的改革上 我觉得是还有很大改进的攻坚 我想这个 今天就要做非常好的评估 台湾有一百万物的空户 吓人 不是一百万 是一百万户 如果这一号营用 一户至少可以做四个人 可以满足四百万 也许这个数字是蛮机器 但是 因为我一个朋友 一个媒体朋友 他专门做一个调查采访 他到云林去 他提出叫做废须少年 因为云林相对来说 是经济或是最弱势 他特别注意到 那些单亲家庭 或者离婚 或者各种为人单亲家庭的小孩子 12到18岁 这什么叫废须少年 连住都有问题 连工作都有问题 有一顿没一顿的 可能就睡在公园 睡在堂椅上面 这问题 他下一步就换罪 就吸毒 换罪要说 如果住宅不解决 社会住宅不解决 下一步的废须少年 其实已经变成一个炸弹 我觉得这问题 不要就像那个普洋马 一引爆了 大家才开始关心 如果不解决住宅问题 那么这些刚刚教授所说的 所谓的尖端人口 底层人口 怎么办 这我还是要面对 因为彭杨凯先生是这次社会住宅 推动你们的召集人 你跟丙英兄的南北奔波 要向你们表示质疑 再把你的成果 来跟大家报告 请 好我想说我这接着刚刚张老师 那面的部分谈 就是说我觉得 应该还是简单讲说 过去以几个都的话 就是有一些政策他们在推 因为包括现在中央 过去几个直辖市长 他们都说他们要做社会住宅 也有在做 只是各自的进度不一样 那本来租金补贴就有在做 只是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 大方向这一块 其实继续会往前走 只是说大家做的程度优劣不同 可这个事情至少我觉得 从四年开始有在动 只是也许大家不满意说 可能进步的不够好 不够快 可是所以这次我们想特别要谈一点 是说我们觉得还有很重要事情 过去四年都不愿意碰 那我们再问下一个四年 你们愿不愿意碰 那就回到刚刚大家谈的这种 空污这个事情 空污这个事情 我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图表 那是之前财政部 做了一个全台湾的那种 家户的那种总归户 的概念 简单的概念就这样说 全台湾拥有房子的家庭里面 有10%的家庭 他是拥有三间以上 三间四间五间六间到很多间 那这10%的家庭里面 他们占有全台湾超过30%的房子 都是这10%的人在拥有 那我们认为 其实蛮多数的 不敢讲全部蛮多的空污 都是在他们手头上 那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一直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包括我今天才看了一个新闻 昨天柯市长好像也在挑战总统说 怎么总统不知道空污这么多 要盖20万户 可是我要问的是柯市长 男男你也不知道吗 你因为你也做了四年台北市 台北市也很多空污 所以我意思是说 事实上大家应该讲说 问题在哪里大家都知道 只是大家要不要解决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讲 解决这件事情上 基本上就得罪人 因为你就得罪目前这种 多数 就等下得罪人的10% 那百分之从财产分布结构 他们就是台湾 比较是在社经地位 相对比较好的这群人 那你要不要用一个手段 逼他们把房子拿出来 那过去的手段就两种 萝卜跟棒子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 目前谈萝卜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因为我们相对本来的 都已经租房子都不缴税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 我们的持有税很低 你在减税没有任何诱因 就是说你有没有棒子 这台湾已经谈过太多 要不要有空污税 要不要针对多污的部分 你如果空污要很高的税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 谈了很多年都没有要做 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要做 那没有要做的时候 我是觉得如果再不面对 下一个四年 我们还是在问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台湾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空污 那为什么台湾政府 一直还要在盖社会住宅 我觉得一直说 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被面对 那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真的非常想 特别谈那件事情 就是说真的请地方政府 大家要来去面对这个事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当有非常多的空污被释出 我觉得我们租市场会改善 因为供给量多 价格会比较好 供给多 产品的选择就多嘛 就不要老是只有这些烂房子可以租 有些比较好品质的房子也出来 也可以出租 然后我觉得对整个大家的居住压力会缓和很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概一个多月前 有一位直辖市的市长参选 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说是有什么事吗 他说被对方打得糟糕没了 不知道怎么办 当然就抹黑或是负面选举 我说你不要受影响 以我在媒体的工作经验 闹三天就没事了 你要劳心宅宅 但是你要正面提出回应 你不要回应他 但你要向选民提出回应 就是我建议他 住宅政策 长照 托育 清创 这位候选真的照做 对手最近 我看到最近他比对手多20% 我不要讲谁了 是有这个故事 换句话说选民在看 已经对两党政治里面的 负面选举 非常非常厌恶了 哪一个人提出正面诉求 马上能够得到 整个媒体跟选民的焦点 我要以这个故事做注解 其实民调是马上会呈现出来了 我想丙一你也一样 你们两位非常辛苦 也把你的观察所得 利用这个机会 以下我们的观众跟选民报告信 接下来我跟大家说明了 大概是社会住宅的部分 在这次拜会的过程里面 确实只要有接见的候选人的话 其实都支持社会住宅的政策 但是在社会住宅的部分来讲的话 除了支持以外 我们或许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因为毕竟这个算是一个 目前以国家来讲 或是地方的首长来讲 比较主要的住宅政策之一这样 那事实上就是有多数的候选人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除了提出要继续 兴建社会住宅 但是就是也有提他们的一个目标值 但是有少数的候选人 可能在目标值上忽略了媒体 所以我们这部分也提醒了 几位媒体目标值的一个候选人 就是说确实目标值 虽然不一定就是 以那个你开空投支票 或者是开的很大为目标 但是至少有一个目标值 是作为选民后续的一个跟进 跟大家努力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目标值我们觉得 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第二个一个课题来讲的话 事实上就是除了政府兴办以外 其实还蛮多候选人提了 各种的一个社会住宅的 一个兴办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这也还蛮赞同 就是说除了政府兴办以外 还要有其他的一个 社会住宅的一个兴办的 多元的一个模式 但是我们这边 社会住宅联盟会提醒 就是说事实上就公共政策来讲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就是说一分努力一分收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有几位的候选人 会除了政府兴办以外 其实还蛮期盼所谓的公办督庚 或者是荣基奖励的部分 来取得社会住宅 但是大家知道公办督庚 事实上可能社区 社会的沟通协调 还是要花很大的时间跟成本 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社会住宅 都压在公办督庚的 这样的话题的话 很可能沟通协调所花的时间 到最后你在四年或八年的任期内 社会住宅是没有成果的 然后就是荣基奖励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说事实上 有时候是一个很虚幻的一个议题 因为以目前来讲 各种的荣基奖励给太多了 所以除非我们的政策 是很强制的要求候选人 就是你优先就是社会住宅 或者是社会住宅的荣基奖励是唯一的 否则来讲的话很容易开发商或民间的业者 只提了各种就是说 对它比较有利的荣基奖励 比如说停车场 比如说绿建筑或开放空间 但是社会住宅的荣基奖励 基本上它基于所谓房价的考虑 其实是不碰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做这样的提醒 因为以我们看到亚洲 或者是特别是亚洲国家的一个经验 以政府兴办才是社会住宅的主体 其他的部分事实上是做配搭的部分 那最后社会住宅这块的话 我们因为过去四年 事实上是就是因为台湾刚开始新建社会住宅 所以这一块来讲 那个我们就是比较积极的在追求 整个数字的一个KPI 你盖了多少户 他盖了多少户 但是社会住宅之所以有社会两个字 事实上是它的社会性的部分 或者是社会性的过程里面 去做各种的创新 跟各种可能性的一个实验 是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议题 那包括就是如何跟社会福利的一个连结 然后如何跟9月青年 或者是创业 或者是各种的共同居住 这样的一个议题的一个尝试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也是下个阶段我们在做社会住宅 接下来4年一个还蛮重要的课题 这样 好 非常谢谢 像我这个世代是 还是非常幸运的 我想我们的父母都是 不管从哪里来 都战后从一无所有开始 都零开始 打拼 但是因为他重视我们的教育跟教养 我们还顺应说 我们投入多少还回馈多少 但等到比我下一个世代 那就不可 坦白讲是等额下枝了 日本叫下流老人 台湾这下流青少年 往下坠落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 哪怕35岁 所谓的三明治世代 最大的痛苦就是 恐怕一生买不起房子 即使买了 也被黄贷压得气喘如牛 要保证身体健康 到退休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刚刚这个 比兄兄很好 政府要承担责任 我们所熟知的新加坡 或我们所知的美国一些 很多案例 政府是介入的 德国瑞典更多了 很多成功例子 因为张静涝教授 他不只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 他本身也做过台北市副市长 他除了对房地产 跟这些住宅有专业研究以外 我们就请台北市做例子 前副市长学者来做评估 我们就以台北市 请你秉公的做评估 到底台北市的住房政策 怎么样 那请 坦白讲我是蛮遗憾的 因为身为台北市民 对不对 我也是台北市民 就在这里 长期观察台北市的 整个房地产的政策 或者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整个来讲 刚刚讲是倒退了 还倒退 倒退了 不及格的 怎么样 我们就取两个例子 刚刚一开始 两个来说讲得很好 第一个就说 空屋这问题解决 对不对 空屋工具就 你知道我在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 任内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们觉得 怎么样让空屋能够释放出来 我们就让它持有成本提高 持有成本提高 特别是对于它的所谓的囤房 刚刚讲囤房说 从第三户以上 你有第三户 第四户 我们还不讲第三户 第四户以上的 才说增加你的持有成本 第四户房子 那占了整个 刚刚讲百分之十 占了多少 百分之二的人口而已 的家庭 那个东西我们把它提高了 从1.2的防护税提高到3.6的 增加了三倍 两倍的情况下 那结果这个情况下 市场看起来整个怎么样 整个市场上开始慢慢就下来了 2014年整个台北的房市 开始就慢慢下来了 下来之后 到2050 2016年 慢慢又回来了 一点点 为什么 很有意思 基本上你知道 持有成本下去的话 你知道这些有钱的人 他这少部分人 他必须房子 一直放在那里 他就增加他的每天 房屋税 他就只好放出来 可是他放出来 他觉得压力很大 那有两种 一种是原来的 自有房屋的 有三户四户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 建商 建商他拥有房子 他要卖房子 那他卖房子 就讲没有卖不出房子 也卖不出价格 那他如果囤房税 他就增加的话 他就要房子 要卖出来的价格就降低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房价就下来了 那刚开始是下来了 后来有意思的 科幣市场上来之后 OK 他第一个说 2014年 2015年 他就 这个指示 OK 这里讲 他指示了 放宽建商的囤房税 从原来的3.6 他降到2% 是不是有压力团体 对 他本来说 我们没有 一定是压力团体 他原来讲 科幣的讲法说 我们没有任何压力 我们就在 这次 觉得好像不合理 当不合理 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合理 因为什么 因为建商有很多 预售的时间 预售两三年 那你还卖不出去 对不对 那你当然应该 你就是卖不出去房子 只要释放出来 科市长靠小额捐款 是啊 那何来 我不知道 我要强调 在双北 政治捐款 建商是最大宗 但科幣是靠小额捐款 这就有意思了 那他何必在乎呢 他的讲法说 我跟建商都不认得 所以我并不受建商压力 有意思的是什么 有意思是他事实上 在2015年的一月多 他就第一个建了建商 一堆建商的工会的代表 那游税了 那当然这结果下 他就指示了财政局说 我们要把建商的囤房税 先架降来 他讲的法是说 我们要架降 从3.6降成2% OK 然后说 我们给他宽限期是一年 他这个一解开之后 当市场上就有点纷扰 建商觉得 这里有机会 我们暂时不要把房子 赶快消价求售 那他拿到议会去 议会更不是省油灯 你既然可以降2% 那我降到1.5% 而且我宽限期间三年 你知道这个理念 我这边就讲了 建商的力量真大到令人害怕 大部分的失言 恐怕跟建商关系 那问题是 既然你市政府 科幂市长你敢下降 那我当天更大方 对不对 那到底谁的 他就说 那是你议会 你们的事 那我会觉得 你如果先前不把那个开口 把它打开来的话 那谁敢要往前坐 我们当初为什么 花了很大力气 说服了议会支持这个案子 那为什么现在就会 整个脱离到建商的力量 造成整个的房市税 后来就慢慢又回起来 所以从整个的囤房税 建商囤房税来看 我们的房子 其实是受到什么影响 为什么房价还是不下来 这是当 这是第一个 大家觉得关系的东西 对不对 第二个大关系 刚刚比喻讲 我们的公仔 对不对 科并在选签的时候说 我们公仔是 四年要两万户 昨天 前天了 报纸上说 公仔每年 四年来仅有 一点二万户 那明显跳票 这个跳票 本来正在一个 政治人员立场上 就大家去拜访 就讲 我当时信口的说 我要两万户 现在一点二万户 你怎么回答 他回答说 我这一点二万户 不容易 对不对 他不讲他挑票的事情 他说我是一点二万户 我比你前任的 好政府还要多 多跟少 这个我想我们再来讲了 可是有意思 这一点二万户 如果处以他的预期的两万户 目标是多少 六成 六成我的看法是什么 六十分 即可 可是再仔细一看 那一点二万户里面 有很多是前朝的 这个好师傅他们所做的 那事实上我当事人 我们看到当时的 在这个同胞的新龙公仔 是我那时候在开工的 OK 我自己也主持了 另外的健康公仔 我也主持开工天理 那这个东西你说开工 这个最主要的情况下 到底是算谁的 他们一点二万户 懒到这些上 说这是我的成果 你会觉得政治院 一再打一折 实际上他工作是不及格的 换句话说 一个政治人物 诚信是个关键 你既然承诺了 你就要做到 那你做不到还在 竟敢说 我做不到是 好像理所当然 然后又把这个成绩 说是我做得比你好 那我觉得完全没有 一种反省的能力 那我觉得这是令人 蛮遗憾的 谢谢金鹅教授 用台北市做的案例分析 我也这样公开呼吁 所有的县市所长候选人 你们手头上有政策工具 你选权要提出你的承诺 选负要落实到底 我非常感佩 这个丙怡跟杨凯 他们南北奔波 强调他们 寻访六都的候选人 他在我们节目做了报告 今天把他们的结果跟大家分享 他们这推动社会住宅 推动联盟 极力推动 我想最后还有几分钟 送每个人三分钟好吧 先请这个丙怡跟杨凯 然后再请张老师来做结论 选举快到了 几乎只剩三个礼拜了 我们呼吁 全台也不止直辖市了 全台的县市所长候选人 请把住宅政策列为你的重要的选举项目 我拜托你们好不好 来先请这个丙怡请 居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人民有了稳定的一个居住 无后顾之忧之后 他才可以认真的工作或者是就学 所以无论你是在南部 住还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议题 职类型不一样 所以不会是中南部就不会有住宅的问题 那我们也诚挚的呼吁 特别是南部的首长的候选人 尽快趁着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赶快提出你的住宅政策 那选后之后 我们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还会持续的进行监督 特别明年之后 又是到了2020的总统选举的前夕 那特别是重要的住宅政策 包括一些税制或者是不动产的改革 那个部分是2020中央政府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们持续明年会做更多的一个监督 就跟进这样 我发觉到民进党执政两年 每天在救火最近 真的每天就像救火队消防 消防人在救火 但是蔡总统 如果你要争取连任的话 请你现在赶快准备 住宅政策好吗 我还是要请教这个杨凯兄 你们怎么追踪 虽然你们做了一个 坦白讲是面邀所有参选人 但是他们也做出承诺了 选后你们怎么督促呢 怎么做这个回馈呢 请 好的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事实上是有些经验 因为我们在2014年也做过了 然后事实上在 再一次2010年总统大学做过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很简单 因为有了我们会留作记录 然后我们觉得 我们会有一些定期的去 就如果选后之后 会定期会去跟他们的 相关的政策资讯的方式 来去做讨论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部分 那但第二个部分 但是说如果我们认为 他有严重的违反了 他当时候的意见的时候 当然从民间倡议团体的部分 我们觉得该公开的来去谴责 或该做什么事情 都是应该做的 不过我完全同意 忠信兄的讲法 是说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只是 作为一种代表性的 应该是说作为一个代表 意思说 本身并不是我们自己有力量 是我们认为这个议题 背后的确是非常多人关心 它背后有它的社会的能量在 就是说一个公共政策 如果之所以关心 并不是因为我们少数几个人觉得 我们重要我们去找谁 谁就应该见我 我们在谈的是说 这件事情我们认为 真的真的影响很多人 然后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做倡议的时候 我完全同意忠信大哥的想法 非常多年轻人 三五世代怎么看待 你们这次的推动联盟呢 抱歉什么 三五世代 就是所谓三明治世代 他35岁总是事业到一个基础 婚姻到一个基础了 是 怎么看待 我觉得他们大概就是有两种 第一种 现在开始我觉得会有一些转变 当然有一些人会 他在思考说 我们真的要把买房子 然后背20年房贷 当成我人生的唯一选择吗 只是台湾的困境是 他没有别的选择 意思说我们没有很好的租屋市场 就像国外说我不买 我有个很好品质租屋 这个事情是没有 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困扰 第二困扰还是回到传统 他需要买 他的焦虑还是在于 现在这个这么高的房价上 他还是负担不起 这我觉得一直都是老问题 就是台湾政府要不要面对房价应该跌 因为没有政治人物都讲 没有政治人物敢公开讲房价跌 第二种就是说 那我们政治人物有办法让他的薪水变两倍吗 其实整整件事的解决逻辑是这样 我觉得房价这个事情也是台湾下一个 我觉得更重要是没有政治人物敢讲实话 例如台北市 台北市这个房价是不是应该跌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心里有数 可是没有人敢公开讲 请张金河教授针对我们今天的所谓住宅政策 也对候选人做出呼吁跟做结论签 坦白说我是蛮悲观的 但我很肯定这个著名的努力去拜访 承诺了又如何呢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过去经验他承诺了 结果不做了 不做就不做那怎么办 对不对 跳票就跳票嘛 当人民的感受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可是你们都在打假球 都在表面上的情况下 你各个都的做法下 看起来大家都只在虚应故事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诚信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认为这些候选人 过去所做的是诚信 让你值得他的承诺是可以落实的 从这个来看 大家如果不肯真的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话 我想一般老百姓还是只能说自力救济吧 自求多福 我觉得这是蛮悲哀的了 所以我是期待我们真的要选民在这一次的情况下 好好地面对大家说 选出一个真的你觉得哪一些他本身的诚信是很重要的 其实坦白讲一个首长的诚信的人格才是我觉得要关键的焦点 非常好诚信 还有包括负责任 哪怕悲观或悲剧 但是我强调我站在一个政论主持人或媒体人永远不放弃希望 这是我们最应有的态度 我想金鹅教授也是这个应用 望生的责切 爱生责切 我还是要继续探讨长照 我们不断这个节目不断谈 我们不断探讨 黄载问题 我们会探讨 我们第二小时会谈这个右托 明天八点会谈青创 这四个议题 请我们选民睁大眼睛 要求你们的县市长候选人提出来 作为你投票的预计 感谢三位 对我们大家做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事实上也在相同程度上 对这些候选人产生非常大的呼吁 甚至是压力 感谢 谢谢